再看到这是一对来台湾工作的以色列籍夫妇 六号晚间他们搭建车回家 回到家里的时候 这女子发现她左边钻石还少了一只 因为是老公送的生日礼物 价格不菲 她急忙跑到派出所报警 请警察呢帮忙来找 承办员警是立刻展开的任务 调阅数百笔的监视器画面不到四个小时 耳环设复得 这对外籍夫妇呢 他们感激的不得了 说台湾的警察真的好优秀 一对来自以色列的夫妇 急急忙忙跑到派出所报警 原来名贵的钻石耳环少一只 吊在替程车上 警察跟外国朋友匕首画脚沟通 相信吗不到四小时 远警真的顺利找回 比一块钱铜板还要小的钻石耳环 然后我回家 我不知道什么要做 朋友说我去警察 所以我们来到警察 我们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可以帮我找到钻石耳环 这个以色列籍夫妇来台五年 在新竹科学园区任职 而环是老公送的四十岁生日礼物 原本以为找回来的几率是零 一大早接到警方电话时 以色列夫妇又惊又喜特地跑到警局道谢 镜头前秀出失而复得的耳环 两人笑得合不拢嘴 还不忘大力赞美台湾警察真的一级棒 这是陈志宇张若鱼台北采访报道